大家好我是Gary 今天的影片呢 要來讓大家知道 用M1版本的MacBook Pro -A7S3拍攝的影片格式 是怎麼樣的真實體驗 首先呢 我想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的測試的一個環境 也就是我這一台 M1版本的MacBook Pro 它是低配版 也就是8G加256GB的版本 然後呢 我自己剪片的一個習慣 是我會使用這個外接的SSD的硬碟 那也就是說 我會將所有的素材 都丟到這個硬碟裡面去 然後我的Final Cut Pro的資料庫 我也會全部都設定到這個硬碟 這個硬碟是WD的這個 PathPole SSD 512GB的 那它是Type-C的一個接口 然後呢 官方寫的一個傳輸數據 是每秒515MB 而A7S3的部分 我會先拍的是 XAVCHS的格式 也就是傳說中那個 剪不動的這個 H265的壓縮格式 那分別都會拍 4K 24幀 60幀 跟120幀的檔案 第一個是我想要看的是 這一台MacBook Pro 它對於這些素材的一個 播放流暢的一個程度 因為我們都知道 整理素材是剪片的 最重要的第一步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我以前的Air 跟我現在用的這個 華碩的Windows筆電 它對於A7S3拍出來的檔案 是連播放都不行 所以說基本上啊 我每次要整理素材 我都只能夠怎樣 我都只能夠用 A7S3本身它所錄製的這個 Proxy的檔案 然後去看這個素材到底內容是什麼 看完了之後呢 再把檔名先記錄起來 然後呢 再到原檔那邊直接去分類 然後分類完之後 再一次的匯錄到 Final Cut Pro裡面 好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我很在乎的點 就是我想要看一下 這一台電腦 它對於這樣子的格式 它可不可以順暢的播放 讓我在素材分類的時候 可以更輕鬆 整理素材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整理好了啦 所以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在說明的部分的A-Raw 其實我都是錄4K 24幀 我們來看一下它整個預覽 我們用這個 OK 但弱勢的 XAVC 24幀的沒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錄的一個素材 60幀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錄的都是S-Log3打蠻追看 現在看起來會灰灰 好 OK 60幀也很順暢 120幀的 好的 那我想在素材的一個預覽上面 應該是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我先在說明的 老闆 4 5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包括一开始的素材播放跟整理 还有就是汇入Final Cut Pro里面的一个预览 然后甚至是拖到时间轴上的一个剪辑的顺畅程度都非常非常的流畅 只有一些特殊状况会稍微有点卡顿 就是你同时叠三成甚至是以上的120帧的片段 然后再加上一些效果 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8G的记忆体实在好像有点不够用 不过说实在的 就算是遇到这种状况 我觉得这台电脑它本身在渲染的速度上面还是很快 所以很多时候你就是稍微的等一下 大概一到两分钟让它渲染完就好了 这跟以前我们那种一看到电脑开始卡顿要开始渲染 就想说是呀我想先出来吃个饭好了 这种感觉实在是天差地缘啦 所以以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8G的记忆体是绝绝对对是够用的 除非你追求是那种完全不能有丝毫卡顿的顺畅感 不然对我来说 这个一两分钟的渲染 我真的非常非常满意的 不过老实说啊 我自己这几天在剪辑的时候 我也不是完全没有遇到问题 我前几天在剪另外一支片的时候啊 我把一个120帧的片段 别在时间走的影片上面 然后那个时候啊 就出现了一个死当的状况 那个死当呢 除了是整个萤幕 还有就是整个萤幕都没有办法动之外 包括我的触控板 触控板是很像那种卡住按不下去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好像只能够按右上角的电源键 也就是Touch ID那一关 长按让它关机 然后之后再重开机 那这个状况 我其实在前几天我一共遇到了 我一共遇到了两次 那我不晓得到底是 就是我那个120帧的片段有问题 还是我的Final Cup Pro有问题 还是M1有问题 其实我搞不太清楚 因为我自己刚刚在试剪 我刚刚那个洗把镜转转转转的那个120帧的影片的时候呢 其实就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它就没有死当了 所以我其实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总而言之 今天的测试呢 给大家一些参考 如果你刚好也是使用A7S3 然后你也使用M1的电脑 那就可以很大胆的 把Proxy代理的功能关掉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选择 XAVC HS H265的亚述克斯的4K来录 然后呢 直接录422是比特 之后呢 就享受剪片吧 那当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 好吧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OK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